我以前每次看到我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现在参加的耶 我现在都有的参加 欢迎收看988国庆特费节目 你好我是Jayden健 好我们先聊一下我们小时候在 可能在学校 或者是我们在大学时候的一些国庆的一些经历 我相信有00后可能我们刚刚毕业嘛 所以我们其实对国庆的那个 校园的那个经历其实蛮深刻的 学校可能会举行一些国庆的演唱会 我学校 惨哦我有点 忘记了 他不爱歌 没有 就是在学校会练习那个爱国歌曲 然后但是爱国歌曲哦 我又只记得一首爆哦 哪一首你先唱一下 那个 一大三都光三四三 哇真的蛮深的耶 学校以前没有耶 只有在周会的时候 国庆月份的时候是 老师会逼我们去学一两首的那个爱国歌曲 对 讲到爱国歌哦 我的学校独钟 我不太记得细节 可是我们不单是在国庆日的时候才唱爱国歌的 我们平时周会的时候会唱两首的 一首是国歌 一首是走歌 然后在某一些特定的日子 我们会唱一首爱国歌 然后还有就是有画画比赛 哦对画画比赛 一定有的 我每年都会参加的 红颜色比赛 有啦 你气得太深 我认你很久了 既然两边一个零零后吗 是不是一个七零点八零嘛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国庆小常识 谁给分呢 我给分 因为我是Geras A+. 请说出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的分别 哦 国庆日是我们国家获得独立 并且宣布马来亚正式脱离英国的这个殖民时期 因此我们就有了独立 而马来西亚日是有这个联邦加入了我们 比如说东马 还有新加坡 就共组成是这个马来西亚日 哇 很难 马来西亚哪一个地区 是亚洲的最难端 诶有选择题的等一下 不需要选择题 不需要选择题 来 单容比爱 哇正确 还记忆节 还记忆节 还是我赌的 请问 一百令吉的钞票上面的图案 是什么 准备三二一 人家用手拍 不要不尊重国旗 不要不尊重国旗 我最不喜欢人家不尊重国旗的啦 我最不喜欢人家不尊重国旗的啦 扣一分 扣一分 我是裁判 谁就要Aplus的来讲话 我们离习客气 哈哈哈哈 3 2 1 诶 诶真的有李朗基的 诶 答案是 答案是 A 错 怎么可能是A 诶你们有一个机会 诶 我猜 C 不达正确 哈哈哈哈 你确定 答案是什么你这样讲 C 错 看 你要讲诗 我答案有桃基还包 我又习惯 我没记得是猫的 我去讨厌人家 认不得我们国家的 想必要的 请问二十令吉的钞票上面的图案是什么 准备 3 2 1 抢答 我不懂了 但是我要猜 不可以的 不可以猜 哈哈哈 我们觉得是C 戴帽 回答正确 哇 让我买一下 最大的交通圈 在哪里 等一下 阿妙 请你们冷静 3 2 1 喂 我是另外一个人 不怕假呀 对吗 答案是 好 下一题呢 是跟我们周期有关的 我们以前在读 旅程的时候 就有考的嘛 每个周期 是属于哪个周的 那接下来呢 等下我再说 每个周期 你们就要猜 这个周期 是来自哪个周数的 3 2 1 哇 好刺激的 魔力士 哈哈哈 3 2 1 诶 饼链 什么是饼链 饼链 不要讲饼链 我最不喜欢人家 不尊重饼链 3 2 1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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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通常都抢不到自己的钟 我最不喜欢人家 不尊重别人的感动了 诶 没有错 诶 哈哈哈 好 那第三个回合呢 就是来猜 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 国庆的一些歌曲 哈 你们讲了吗 在学校的时候 天天唱对不对 你们也是天天唱对不对 我唱一唱一首吧 我唱一首 这首 所以呢 接下来 我们就来猜 国庆歌曲 第一首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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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